究竟是怎樣為新鮮駛 公平分毀了550萬 更新年5萬的水標出現貌帳 正式開始今天有共情康 翠仁各位你們好 我是康徐 其實我入行已經在28年了 很享受這個工作 能夠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是很幸福的 每天都有新事物 自己有學了很多東西 不斷學習 不斷更新 不斷改進 所以我經常去到這個年頭 我仍然有進步的空間 能夠可以再做好些 以為懂得說話 和喜歡說話 就可以做DJ 但入行之後 發現原來不是這樣 原來很多東西都需要學習 很多朋友都問我 為何你可以每天都有這麼多東西說 因為沒有人跟你在一起 對著咪高峰 又自講自笑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很喜歡這份工作 我真的學拍照的時候 我是拍什麼 你猜不到 我是拍龍珠 有陽光的時候 閃閃閃很漂亮 當我在鏡頭面前 看到水珠原來 是很漂亮的時候 我簡直是 覺得這個世界 原來很多東西 我們是看不完的 就等於我在這個工作行業裡面 有人問我為何 做到這麼多年 請來的嘉賓 經常都說過那些東西 但不是啊 原來你發現 有很多新的東西 新的資訊 你是要去發掘 我就很願意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分享 我所請的嘉賓 全部都是一些專業人士 我自己去設計一個節目的時候 我要第一個項目 是知道聽眾的需要 我希望能夠我位置 不是跟聽眾的距離很大 我很想跟你們近距離 我當他們是我朋友 我最愛的人 我要將最真實 最對於他們生活 所有影響的東西 我要很真誠地告訴他們 很大膽地說話 就這樣就這樣 做一個傳媒 有我們的責任 不可以挖眾取眾 我要將事實的全部 全部告訴他們 讓他們自己去知道 去決定 究竟你現在所聽的東西 究竟是對還是錯 我自己都很有信心 因為我說的東西是事實 我經常在節目中 都提及過關顧一些新移民 新移民很多 對於社區裡的法律 都不太清楚 我很希望能夠幫助到 他們在過往的 加拿大生活的時候 知多些避免去做錯一些東西 移民個個都不容易 在生活上 你所需要的知道的話 告訴我 你需要什麼 我給你 我的節目名 就是有共情 湯翠瑩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11點 至十二點 在FM100.7 約定你見面吧